我們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殺家真空上師 敬禮十六師大八話王喀瑪巴 敬禮圖登大吉喪失 我們敬禮坦承三八 敬禮今天的父母主尊蓮花童子 師母丹禎嘎嘲 徒登西地 各位上師教授師法師講師 主教唐主以及各位同盟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二方高穂 愛してる 敬禮 愛してる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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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閬禮 先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 五月三十日下午三点PM 是白衣大士如意宝珠 白衣大士如意宝珠的附魔法会 这一尊也就是如意宝珠观音 他的所应呢 也就是菩萨的所应 菩萨的所应 那哪做如意宝珠 这就是如意宝珠 如意宝珠 那么他的心咒 哇 这心咒很长 丹吉 以前我是念丹吉他 丹吉都翁 驾拉法度 驾拉法度 驾佛法度 驾路驾法度 驾路驾法度 翁 蹚 驾自 收哈 这是白衣大士 magna 嗯 驾拉法度 驾拉法度 驾好法度 拉驾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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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心中 如意保诸 这个 顾名思义 他能够 让人家如意 啊 嗯 所求如意 他手上拿着如意 保诸观音 他能够令你如意 这个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天 的 附魔 5月30号 那5月就没有了 時間过得很快 啊 那么 如意保诸 同样的 跟大家讲 你们如果 不要如意的 没有 他说不用足迹 啊 藏人喜欢讲一句话 就是 就是 扎士德勒 扎士德勒 就是 吉祥如意 啊 扎士 就是 吉祥 德勒 就是 如意 扎士 就是 祝福的 就是 这尊观音可以祝福你 一切吉祥如意 那今天我们是做蓮花童子附魔 哦 哦 刚刚 举起来的时候 满重 對啊 蓮花童子你都不足起了 那你还足起什么 那是根本啊 那是根本啊 可以讲 那是根本上 根本上 上师啊 那根本上师你都不足起了 上根本就少来一样 那上根本就少来一样 啊 最好的 就是 因爲根本上师 是 總色三宝 這個活宝 法宝 生宝 總色三宝 啊 根本上师 你都不理啊 也不理會 也幫我耍耍 啊 根本上师也是跟你一样 你付出多少 根本上师就給你多少 你付出耍耍 你付出耍耍 根本上师也是 耍耍 你看根本上师 扑扑 根本上师也是看你扑扑 是同样的道理嘛 對不對 你給根本上师 你給根本上师 多少的心 根本上师也是 給你多少的心 你 就像 大扣 大響 小扣 小響 不扣 就不響 就是敲钟一样啊 你力量敲得很大 声音就很大 你力量敲得小 声音就小 你根本不敲钟 哪有声音出来 不是对等的吗 你只要藐视 年华童子的 那你不要在生活中 走啦 Cour your head Cour your way Cour your way 讲的粗一点 欺你妈的当 你根本不尊重嘛 三根本你都不尊重嘛 公眾留在生活中做什麼 等待下一次吧 這是蔣蓮花同志 這是台灣的笑話 早上起床 被股市嚇了一跳 因為台灣的股票 有跌最近怎麼樣?這幾天 有沒有看台灣的股票 這幾天怎麼樣? 可見你們都很清白 沒有人反應 至少也看一個電視吧 早上被股票嚇了一大跳 中午被疫情嚇了一大跳 晚上被台電嚇了一大跳 晚上停電 他停電嚇了一大跳 哎呀,這個日子很難過啊 很想跳河 結果河還沒有水呢 應該水應該快來了啦 水應該快來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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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台灣的笑話啦 印鈔票 歹獨想利用過年期間 過年都過了 應該是過端午節的期間 印字假鈔票 其中一位獎 我們來印兩千塊的大鈔 兩千塊的大鈔也就是那個 台灣啦 台灣兩千塊的大鈔 另外獎 兩千元的人家少用 容易被发现 最后两个人结意印字 一千五百块的钞票 台湾是没有一千五百块的啦 他们要印一千五百块的钞票 还高兴比原本一千块多出五百块 这个印完了以后呢 两人决定拿到偏眼的山区 找一个槟榔汤 试试看这个槟榔小姐的辨识度 当他们拿出一张一千五百块的钞钞 买了一百块的槟榔以后 他们哭了 这个槟榔小姐竟然 拿了两张七百块的钞给他们 原来都是假的 这个世界啊 我讲过 有真的就有假的 但是我讲了一句话 真的假不了 假的 假的 真不了 我们必须要有慧眼 你必须要有智慧的眼睛去观察 很多事情都是需要有智慧的眼 才能够分辨的眼睛 才能够分辨得清楚 师尊感恩你一直以来的教导 文之师尊感恩你一直以为 文之师尼夹见观中写道 文之师尼同志行轮增言法 这是文之师尼根本一日增言 这一日增言就是 Om Blin 或译为Om Trin 也就是圆满咒 在此圆满咒时可观想一池 池中生一斤 一个根筋的筋 有三个枝杆 中间 中枝白色的莲花 而白色的莲花之上 文知施利菩萨坐在宝莲花之上 是童子之像 头有五极 金色 身相 身青色 伴 潜夫坐 幼竹垂下 莲花成住 幼之莲花是 普玄菩萨之相 记足一切庄严 身子立色 着清衣 左手持如意 右手持白佛 左之莲花是 观世音菩萨 身如夜色 记足一切庄严 左手持白莲花 右手持金刚佛 师佛在连生福中开示 一日金轮法 观想咒日 不 不弄 不弄 结金光音 持咒 哦 不弄 藏密外法 种子日 所应观想 三合一 弟子 其请 师佛开示 一 修一日金轮法 修法时 是否有一日金轮印 还是 结金光印 即可 请问 需要观想 菩萨 入我我入 依照文书 施力 夹建观 种子日 咒音 咒轮 三大菩萨 放光入地子身 自身业障消除 放大光明的 修持方法 感谢师佛的开示 弟子莲花文静 感恩何时 联身符的金光符法 金光符 在密教法中也有一日金轮法 与此法非常相似 观想一昼日 助行则顶 旋转放光 所结印 就是金光印 持昼 Om Blom 好的 这个咒呢 就是 他因为咒 在欢愚当中 以前我的 归一的一个师父 就是普方上师 他叫我们念的这个 一日经伦咒 就是Om Blin 我们现在不是讲Om Blin吗 现在都念Om Blin吗 那是根祭普方上师所传 另外呢 Om 波鲁兰德利 也是普方上师传 也是普方上师传给我的 Om Blin 是普方上师传 那这个 他真正的音 也有方文 Om 磁令 Om 磁令 磁是牙齿的磁 令 是道灵的灵 Om 磁令 Om 磁令 那根据比较正确的咒音是 比较正确的 所以我又把它 师父所讲的 Om Blin 把它改回来 叫Om Blin 另外一个师父教的是 Om Blin 那Om Blin呢 我们也就是经常念 那是普方上师传的 Om Blin 是另一个上师传的 他问的 修一日金伦法 修法时 是否有一日 一日金伦的印 有没有这个一日金伦的印 其实是昼日 一日金伦的昼日 大家可以看我的书 这在我的文集 第247册 连生符 里面有这个 一日金伦法的符 一日金伦法的 金伦伦法 金伦伦法的公开 那里面是写着一个昼日 这个昼日 我只能够用写的 不能够用讲的 就是把它放在头顶上 放在头顶上 然后旋转 然后一直念 Om Bl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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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放光 这个昼日 一直在宣传 Om Blom Om Blom Om Blom 是这样子的 谁懂的金光印 你们有修这个法吗 谁修这个法 棘手一下 一日金伦法 在座有修这个法吗 我现在看不到有人棘手 那有人懂得金光印吗 对啊 对 就是我常常 我在笔所谓里面 常常笔到的 这个放在上面 然后打开 金光印 打开 照自己 就放射金光 照自己 金光印 OK 那他的问题 修一日金伦法 修法时 是否有一日金伦印 还是结金光印就可以 结金光印就可以 答案是结金光印就可以 因为一日金伦法 一日金伦法 也就是 Om Blom Om Blom Om Blom Om Blin Om 持令 这三个咒 是同样一个咒 是同一个咒 那你如果结这个索印 放在头顶上 放光 加持你 你应该观想咒日旋转 一直念这个咒 你就能够产生金光 那个咒日 已经出来了 咒日它特别早出来 就是这个咒日 放在头顶上 旋转 然后锁结那个 金伦印 也就是金光印 金光印 这样就可以了 请问需要观想菩萨 入我我入 依照文之师利的夹见观 种子日 咒音 咒轮 三大菩萨放光入地止身 自身 月障消除 放大光明的修持方法 要不要入我我入 需不需要入我我入 也就是菩萨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这里有三尊菩萨 这里有三尊菩萨 一个金 分之三个支 上面都有连台 中央是文之师利菩萨 右边是普贤菩萨 左边是观世音菩萨 那么三个菩萨 是不是要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放光 那修法里面需不需要 那修法里面 師父所傳的並沒有說 入我我入 它只是一個法 也就是讓你的身上產生光明 也就是三個菩薩放光照你 然後結成一個 這個一日金輪的這個晝日 在你的頂上前轉 在你頂上前轉 那你嘴巴一直念咒 念 Om Blom Om Blom 那個光明一直直升出來 它手上結的是金光印 它觀想那個晝日一直在旋轉 在頭頂上旋轉 然後念 Om Blom Om Blom Om Blom 這樣子念就可以了 便沒有入我我入 便沒有入我我入 三大菩薩放光入地止身 就可以了 這是放大光明的修持方法 再來一個問題 你 英國 英國 蓮花 念念法語的更多 前幾天突然間 心裡 念想要念 黃文的大悲咒 弟子的心裡 就開始念了 弟子一路以來 每日修法 一般都不會 一般都不會特別加念大悲咒 但是這幾天 弟子的心 突然想要念黃文的大悲咒 請求師尊 請求師尊 講解 這是為什麼 是不是要弟子 繼續再念 或者還是 有什麼啟示 他意思是講說 他過去念 黃文的大悲咒 後來呢 也就是 學了華文以後 他就念法文的 但是他特別在這幾天 特別想念 黃文的大悲咒 就問我 是 是為什麼 還是要有什麼 特別的啟示 突然之間 他想念黃文的大悲咒 問我說 為什麼 問我說 是不是有什麼 特別的啟示 如果這個問題啊 問在你們身上 你們怎麼回答 你們只要回答 你是你 我是我 因為啊 你不是我 我也不是你 你問我為什麼 想念黃文大悲咒 你可不可以問我 師尊 你最近 你最近 最想吃的東西是什麼 你最近想什麼 這個問題也是問得很玄 非常的玄 嗯 蓮花雲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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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文的大悲咒 我問一下佛菩薩 我問一下佛菩薩 因為第一個 蓮花雲節 蓮花雲節 英國 蓮花雲節 為什麼他突然間想念黃文的大悲咒 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啟示 有就只是有 他 他回答很妙 為什麼你突然間想問黃文的大悲咒呢 這佛菩薩的回答是想 有什麼啟示呢 有什麼特別的啟示呢 何時講 他這個答案很奇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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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這樣子講 意思是說 在他的潜意識裡面 把小時候的意念顯現出來 在他的潛意識裡面 把過去的意念重新再出現 重新再出現 那你呢 本身想念凡文的大悲咒 可以 可以的 是可以的 按照這樣子 你既然 不是為什麼 就是你的潛意識裡面打開 然後你就想念了凡文的大悲咒 你的潛意識打開了 那麼你就是要念大悲咒 這個潛意識就是一個給你的一個啟示 念凡文的大悲咒可以 凡文的大悲咒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還有藏文的大悲咒 藏文的大悲咒 另外日文的也有日文的大悲咒 也有日文的大悲咒 這是回答你的 這是回答你的 蓮花影節 這些是相當困難的 所以要回答也是很困難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念完凡文的大悲咒裡面 也有念到四面空行母 特別是在念到這一句 中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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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不知道 地址的理解是否正確 請求師尊指示 如果這是正確的 那麼四面空行母 四物也是觀世音菩薩 四面空行母 是不是觀世音菩薩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講 四面空行母的咒语是這樣 四面空行母 四面空行母 四面空行母的咒 你們這裡誰會唸 你們這裡誰會唸 蛤? 你唸對了 你唸對了 當然唸對了 我哪裡會唸錯 我是說 你們常常唸四面空行母的咒嗎 有啊 有啊 我聽說 我聽說四面空行母的咒语的力量很強 力量很強 力量很強 那麼他這邊 他說念到四面空行母 這一句是 沙波馬哈 沙波馬哈 阿西多耶 沙波赫 這一句是四面空行母的咒嗎 奇怪啊 四面空行母的咒 阿佳沙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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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沙波馬哈阿西多耶 阿佳沙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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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奇怪 他唸這一句 他唸這一句 他說是 四面空行母 我知道 我以前 我年輕的時候 我讀過一本書 叫做大悲初相 大悲初相 你們有看過這本書嗎 台灣話叫大悲初相 大悲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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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記就代表一個佛菩薩 有看過 有喔 每一記代表一個佛菩薩 有 我記得裡面有四面空行母嗎 有 我記得我以前 特別 我記憶最深的就是說 我在念 大悲初相的時候 也有念到 裡面有 馬明菩薩 也有龍術菩薩 大悲週裡面有龍術菩薩 有馬明菩薩 馬明菩薩 還是龍術菩薩的 這個 的幾代主 馬明菩薩 比 他比較早 他的弟子 馬明菩薩的幾代的弟子 傳伐給龍術菩薩 有這樣子的說法 那 大悲週裡面呢 大悲初相 每一句 都有一個菩薩 但是其中呢 這個 我看到的 有馬明菩薩 有龍術菩薩 我沒有看過有四面空行母的 他這個是從哪裡來的 天啊 蓮花引節 他這個腦袋應該要看一下 看看 他的腦袋裝的是什麼 蛤 網路上的空行母也不是像他所寫的 沙波馬哈 阿西多耶 索哈 沙波哈 不一樣啊 嗯 嗯 這個我就不懂啦 請姚子親母指示 這個 防文的大悲咒裡面 那些咒音當中 有一個四面空行母嗎 請指示 我知道四面空行母 是跟蓮華生大師有關的 蓮華生大師 他的本尊 就是四面空行母 他的護法是四面空行母 他的上師也是四面空行母 就是蓮華生大師的 請問 大悲咒裡面 大悲出相裡面有沒有四面空行母 四面空行母也是觀世音菩薩嗎 大悲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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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大悲咒 大悲咒 你們猜一猜看 你們都講沒有 你們都講沒有 我現在不給正面的答案 我現在是這個樣子 姚子吉姆跟我講 夢中給你指示 夢中 蓮花影節 英國的蓮花影節 你在夢中 你可以看到師尊 然後師尊會跟你講 師面空行目 是不是觀世音菩薩 可以跟你講 是或者不是 因為所有的同盟都講不是 現在呢 沒有給他們正確的答案 但夢中會給你正確的答案 是或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夢中給你指示 因為啊 有時候我在跟人家問事情 那其實我不會打 我就跟你講 夢中指示 奇怪 像這個 這個我也不太懂 這個笑話我不太懂 垂死的奶奶對她的孫子說 再過幾分鐘後 我就會死去 所以希望你能繼承我的遺產 別墅還有農場 還有所有的家群 以及現金 他現金很多 我搞不清楚多少錢 因為這數目太長 222389630 現金有222389630 孫子說 哇 奶奶 我不知道你有一個農場 還有這麼多的財產 在哪裡呢 奶奶用最後的一口氣講 在我的Facebook Facebook是真的假的 世界上有真的也有假的 有兩位老人家 彼此認識好多年 有一天 老頭鼓足勇氣問老太太 你願意嫁給我嗎 老太太想來想回答說 我願意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 老頭想不起 老太太是怎麼答覆的 只能夠打電話問她 老太太想來想說 我說的是我願意 老頭聽了非常高興 但是沒有想到 老太太又繼續說到 幸好你給我打電話 幸好你給我打電話 否則我都記不起是誰向我求婚 這兩位老人家 失憶都很嚴重 失憶都非常嚴重 現在有人建議啊 高度建議你 在家也戴口罩 在家也戴口罩 不是預防病毒 是預防 吃不停 好我們講一下這個 眼音 它有所謂的靜音 那麼靜音就是灌頂 得到究竟灌頂 那麼眼音呢 分灌頂一道 把它分別眼音 就是因為有究竟灌頂 跟道 什麼是道呢 為究竟真如之道 這個道 這個道就是究竟真如之道 這個道就是究竟真如之道 既送迎 金剛波浪道 其意結合在後 一可言送迎 有去清淨之道 有去幾三脈 那三脈中脈總脈又脈 去之入 去進到脈裡面 住 出 出 三者 一個是進去 一個是住 一個出三者 煩惱三毒 五 深口意三門 三界等 能清淨彼之道 即三金剛波浪道 二 二 灌頂 即第四 送迎 第四 深口意灌頂 究竟 意 一 以此後施 這個解釋 金剛波浪道 這個講解這個道果 這邊提到的 演因是什麼是演因 我們知道所有的氣一定是進氣的氣跟吐出來的氣跟氣在身體裡面停留的這個叫做住入住跟出就是三種 氣都是進來停在我們身體裡面然後再呼出去就是這三種 這個氣化成金剛波浪道 金剛波浪道 什麼是金剛波浪道 我跟大家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眼睛閉起來 然後呢 看見有光射出來 那個光啊 那個光啊像波浪一樣 像波浪是在震動的光 是在震動很小 一直震動的光 一直像波浪一樣的 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這樣子出來 然後你注意看這個波浪的中間 會顯現 會顯現本尊跟淨土 會出現本尊跟淨土 我個人經驗什麼叫做金剛波浪 我在講這個密中道赤地廣論的時候 我看見中卡巴 中卡巴出來 中卡巴顯現出來 然後呢 他放光加持我 講密中道赤地廣論 中卡巴顯現出來 他的周圍都是金剛波浪 他的四周都是金剛波浪 四周都是金剛波浪 你個人修行也是一樣 當你清淨了 入席 出席 跟住席 其實都是金剛波浪 有時候你整個身體 也會變成金剛波浪 所以他講的 煩惱三毒 會棄除 身口意是三門 三戒 這個無色戒 色戒 玉戒 這是三戒 能清淨彼之道 即三金剛波浪道 能夠以身口意清淨 煩惱的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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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金剛波浪道 或者清淨的貪 乘 汁 另外 我們最近要做的 也是一種清淨的方法 我們叫淨化堂 寺廟裡面都有淨化堂 將來 我們 好像雷藏寺裡面都有淨化堂 那麽就用掃把 這個代表掃把 一掃 煩惱清 把你煩惱給人家掃掉 二掃 煩惱 煩惱除 你把身上的 你很倒霉的運氣 你自己很倒霉 二掃 煩惱除 三掃 液障去 你的液障 離開了 三掃 就棄除了 你身 你身體的 種種的液障 然後就是 吉祥如意 健康長壽 福分降來臨 這三掃 為什麼要做三下 一掃 煩惱清 把你煩惱掃除掉 二掃沒運氣 你不好的運 通通把你掃掉 第三掃最重要 把你的液障全部棄掉 那就清淨了嘛 一清淨了 你福分就降臨了 你身體就健康嘛 長壽 那你的煩惱也就沒有了嘛 所以那個叫做淨化 那這樣子掃就是一種淨化 把它掃掉 在背上掃一掃 有運氣不好的 都要去淨化 那麼這裡呢 道果裡面所講的 這裡所講的 也就是金化 金剛不浪道 其意結合後 一可言順 有去清淨之道 有去清淨之道 有去就是山脈 山脈啊 山脈七輪的山脈 一個是入 一個是住 一個是出 三者 掃掉 掃掉煩惱 跟山脈 貪辰之 牲口一三門 全部清淨 三界也全部清淨 能夠清淨彼之道 即三金剛不浪道 這一段的意思 就是這樣子講的 所以我講這個 我們將來 這個雷仗式裡面 都有這個 的淨化式 淨化式 就是 你感覺到自己有很多的煩惱 或怎麼樣 然後用金剛殺斗的咒語 OM BETZA SHATTO HOM 這最短的咒語 OM BETZA SHATTO A HOM P 這稍微長一點 不然就是念百日明咒 要念 這個十萬遍的百日明咒 自己念 念好以後 幫自己清淨 也幫別人清淨 然後 用這個掃把 把這個 把自己來淨化的這個人 給他清淨 這是很重要的清淨法 我寫在這個 千燒法船 千燒法船裡面 的一個清淨法 希望我們中國中的 有一個很特殊的 然後將來呢 我是這樣子想 每年過年 好多人都來排隊 在雷杖寺外面排隊 排成幾百里 講得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這樣排了數十里 大家排隊 對清淨啊 這個過年初一的時候 每個人都來 授這個 大家說 有效 一船出去 不得了啦 哇 大家疯船 那個可以改去 像 人要轉運嘛 今年實在很悲 怎麼辦呢 轉運啊 轉運去哪裡 去雷杖寺啊 生活中的雷杖寺 專門給人家轉運 大家大年初一啊 哇 全部都去轉運 這個不好的印 全部給它洗掉 變成清淨 然後福分就降來臨 福分降來臨 這個健康降來臨 健康的也可以降來臨 那個煩惱太多的 全部都少掉了 煩惱輕了 煩惱就沒有了 業障也沒有了 全部都少掉了 憑著金剛殺斗的力量 我們做這種事情 比人家在那邊 換母錢啊 這個 領一個母錢 放在身上 就可以發財 這比較沒有什麼意義 或者是說 做一些那個 我們淨化 把這個業障淨化了 福分就自然會降來臨嘛 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我自己想出來的 一個進化的方法 像如果能夠真正清淨呢 上面提到 到了菩薩第十二地 差不多是叫做嚴盡 清淨已經圓滿 已經究竟 那時候的灌頂 其實也是深 口 意 清淨的灌頂 那個灌頂也是很重要 那個叫做究竟灌頂 是屬於第四灌頂 也就是大圓滿灌頂 清淨灌頂 深 口 意 清淨 四種清淨的灌頂 貪憎之少除掉 我原以為世界上最傷人的是愛情 如今才知道原來是疫情 疫情真的是很傷人喔 整個都改變了 現在給大家推薦幾個 這個假期啊 假期啊 最佳 最佳的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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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一個 你去爬 陽台 你家裡面 如果住大樓一定有陽台 那你上來陽台去看風景 這是假期最佳最佳的景點 第二個 你可以爬枕頭山 就是睡覺 到床上睡覺 也是一個很好的景點啊 去爬枕頭山啊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可以去看 你的浴室的放水 你就看到了 浴浴大瀑布 然後你想游泳 你就把你的浴缸啊 水裝滿 那下去游幾下 那個叫做浴缸符 浴缸符 這沒辦法 你知道嗎 這個COVID-19 疫情那麼嚴重 不能出門 你只有找這四個景點 去玩 在家裡啊 你的意識 就可以看到瀑布 你的浴缸 你到了陽台 就可以看到 這個 所有的風景 對不對 你在枕頭 你就可以夢遊 這可以說的也是 從小玩到大的剪刀 剪刀 石頭布 大家知道嗎 剪刀 我們從小都是 剪刀 石頭 布 輸了 脫褲褲 剪刀石頭布 從來 從來就沒有發現 從來就沒有發現 原來就是520 520 對啊 5 2 0 就是520 就是520 就是我愛你啊 你看 現在終於大家知道了 我們從小本來 怪不得我這個Kindergarten 幼稚園的時候就有女朋友 剪刀 每天在玩 剪刀 石頭 布 就是我愛你啊 祝大家節日快樂 我愛你喔 這個是給你我的小心心 給你我的小心 因為有你生活就有了意義 我 2 0 我愛你 還有一個 9420 9420 9420是什麼 就是愛你啊 沒有別人 就是愛你 我發覺啊 我幼稚園 我真的 我幼稚園 我幼稚園的時候 旁邊坐一個小女孩 她拿走那個粉 碰粉啊 就是這樣子 那個小女孩拿走碰粉 然後就 我坐在那裡 我做得很 知識很端正 我目不斜視的 我是幼稚園的 學生 怎麼可以 從小就可以 亂七八糟 不可以的 我做得很端正 但是她是 弄那個碰粉 就我 往我臉上 這樣 撲那個粉 到最後我們變成好朋友 她就是 林彥毅 姓林 叫林彥毅 我都記得 Kindergarten 幼稚園的 我的女朋友 叫林彥毅 然後她就 帶我到她家去 她媽媽看到我說 蛤 你把男朋友 帶回來了 我這一生 我這一生 哎呀 被這個 被這個 五二零害死 被這個五二零害死了 被這個五二零害死了 幫幫幫幫 現在老了 真的 一般人 蘇東波六十歲的時候啊 把自己的七切全部都遣散了 留下一個她的侍者 六十歲啊 蘇東波六十幾歲的時候 把自己的七切全部遣散 你如果看那個蘇東波傳 你就知道 她六十歲的時候 把她的七切全部遣散 為什麼 夢中告訴你 老夫七十七耶 台灣歲耶 再來就是 我快七十六的滿歲了 六月二十七號就是 jew27 Ma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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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8 8 Man 8 9 8 不知道怎麼過 每天都很難過 難過也要過 都是五二零害的 中文字幕提供